分,从胡桑说到牙齿,一,一番纳哭,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他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诗出世未久,我又曾为他写了一篇说胡桑。 实在似乎肯有些张士超之所谓每放愈下了,自然,这一句诚语,也并不是张士超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的以善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 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留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憤慨过,以为从胡桑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似变和上海的征报一样了。 为什么呢?这须是属精金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速发小生事不容易了然的。 因为征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库,屁股和胡桑又都是人生的一部分,的雪耻步,即难免不雪彼步,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荐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 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 者,为防微度占起见,应该在背后吸一顿系乐的,如果说此爱还有心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释者涉民之,欧美的文明人伟然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 假如以生殖器为忠心而或一正圆形,则凡在玄洲以内者君在伟然之列,而原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应。 中国的下等人,是不惟然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惟,所以须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团。 为之此,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仿于1924年秋。 文人默客大概是感性太裔敏了之故吧,向来就狠娇气,什么也吸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 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止,虽然狠像背道而迟,其实倒是心心相印。 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儿太太的荒宠就要做事? 我现在虽然也弄弄不默做做白画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之下似的, 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宠之旅,倒无动于衷,只记得在解否失女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都的时候, 可似乎略有造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矣,并没有诗,读者幸物误会,以为我有诗习将要精装行势, 传知其人,先在此预告。 后来,也就连知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 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桑,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元皇富便不舍做。 遥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膜,是多摩下等的事。 乌夫,他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二,虽然有人扫我为毛病新淫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之,旁人大概是不肯能够明白底势的。 唐没有病,谁来新淫? 如果竟要新淫,那就已经有了新淫病了,无法可医,但无仿自然又是例外。 即如自胡桑直至屁股等背,唐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他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 代道概然于头颅谁着,比辱又说下去了,尚欺申死属女恕之,复生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新淫。 而批评家们若,无病,我实在厌善他们的健康,譬如逆下和夸间的毫无,向来不肯笑我,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新淫一通。 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掃径,能使老先生揽镜概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 民国的经成立,哪只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 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望,而放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是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 但到民国九年,记住在我的与女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疏盘龙计划S计。 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质是剪发的女子, 竟和清朝末年之质是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拍, 自己的头顶突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是千军,是意要她留起。 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 于是乎感慨是知已了,除口伸淫了一篇头发的故事。 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境居然并不留长, 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需说下去了,然而连胡桑样式都不自由, 也是我平生的一见感分,要时时想到的。 胡桑的有没有,适样,长短, 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 是毫无用晦的权利和义务的, 而有些人们偏要阅阻待谋,说些无聊的废话, 这真和女子非疏头不可的教育, 其中二伏者要找进警厅去扮罪的政治一样离奇。 要人没有反驳,总须不加刺激, 乡下人足进志愿衙门去, 打完屁股之后,扣一个头道, 借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合合一周年, 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 这当然就要说牙齿。 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 而是说进去, 打牙齿之后是咽喉, 下面是食道, 为,大小腸, 直腸, 和亚犯狠有相关, 仍将为大雅所不齿, 更何况直腸的鱼近还有膀胱呢? 乌乎。 三, 中华民国十四年10月27日, 即下历之从九, 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 游行是威了, 但趋劲却断绝交通, 至于发生冲突, 据说两面互有死伤。 次日, 几种报章, 社会日报, 世界日报, 舆论报, 亿世报, 信天时报等, 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 有吴兴生, 第一英文学校, 投报都伤甚重。 周树人不带教员, 此受伤, 脱门牙疑, 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 第二天, 社会日报, 舆论报, 黄报, 信天时报又到。 游行群众方面, 北大教授周树人即老讯, 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 指导社会机关也好, 确也好, 不确也好, 我是没有收书更正的行情别致的, 但被害苦的事先有许多学生们, 次日我到L学校去上课, 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 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 即以为港义也跌了价的, 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假, 还有几个常见和未见的朋友, 或是面问, 或是咸问, 尤其是凭其军, 先行欲博中央医院, 不得, 又到我的家里, 目睹门牙无恙, 这才重回东城, 二号天不掉, 警挂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 倒也大可以略评整顿学风者和其党徒之气霸, 或者算是说了胡书的报应, 因为有说下去之言, 所以该得报应, 依博爱家言, 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 但可惜那一天我境不在场, 我之所以不到长者, 并非遵了胡诗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 也不是从了江少元教授的忠谷在推敲作品, 更不是依着义附生博士的遗分正在救出自己, 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 从实招供起来, 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疑疑, 为什么呢? 若,生歇小病, 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 却是确落弱的。 四, 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之的一例, 如果牙齿见全的, 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 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 无恙着实可笑。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 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指牙痛的好方法, 现在虽然肯有些什么西法伤牙保眼的了, 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 连消毒去腹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 以北京而论, 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 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 但是, yes, 贵不可言。 至于穷乡辟让, 却连皮毛家也没有, 躺使不幸而牙痛, 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 下指好去扣求成黄土地爷爷吧。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 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门立二, 实在是欲罢不能。 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 也有遗传的, 那么, 这就是我的父亲想给我的一份遗产, 因为他牙齿也很坏。 于是画住, 画破, 终于牙银上出血了, 无法收拾, 住的又是小成, 并无牙医。 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 也这, 唯有艳芳身边是唯一的救星, 然而是尽艳芳都不艳。 后来, 一个善事传给我一个秘方, 擇日将律子封干, 日日食之, 神效。 应擇那一日, 现在已经忙却了, 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压律子, 随时可以封干的, 我门也无需再废神去查考。 自此之后, 我才正式看中医, 服汤药, 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 据说这事叫牙选, 难自得狠咧。 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 说, 因为不自爱, 所以会生这病的, 医生能有什么法? 我不解, 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 似乎这病是我的一见耻辱。 如此者久而久之, 直至我到日本的长期, 再去尋牙医, 他吸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此痕, 这才不再出血了, 化去的医费是两缘, 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 忽然发见触目经心的学说了。 他说, 此事属于神的, 牙选的原因是阴规。 我这才顿而误出先前的所以得到新戚的原因来, 原来是他们在这里这样无陷我。 到现在, 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 单方怎样灵, 我还都不信。 自然, 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担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 但怕也狠夹大些妾夫之痛的自己的诗愿。 事情还很多理, 假使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 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ay Miserable的续集。 然而喜但没有疑以摩, 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 向人分送自己的冤丹, 是不大合适的。 虽然所有文章, 几乎十之久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 现在还不如买开大步一跳, 一径来说门牙阔落二个的事罢, 原世海也如一切如这一样, 最主张尊孔。 做了离奇的古衣冠, 盛行祭孔的时候, 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 自此以来, 相诚不费, 但也因秉证者的辩门。 仪式上, 尤其是行礼之葬有些不同, 大概自以为维生者出执西庄而谷宫, 尊古者轻执古庄而遁守。 我曾经是教育部的签示, 因为区区, 所以还不入谷宫或顿手之列的, 但戒春秋二祭, 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 执事者, 将所谓白或着帝级鞠躬或顿手之珠躬的听叉之为也。 民国十一年秋, 我执事后坐车回御去, 既是北京, 又是秋, 又是清早, 天气很冷, 所以我穿着厚外套, 戴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 那车夫, 我相信他是因为合税, 糊涂, 缺非将是超党, 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 自己跌倒了, 并将我从车上述出。 我手在袋里, 来不及底按, 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无接吻, 以门牙为牺牲了。 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这半年, 保好于十二年之下, 所以现在使凭其君一见放心, 释然回去的两个, 其实却是假的。 五, 孔二先生说, 须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交且论, 其余, 不足观也议。 这话, 我确是曾经读过的, 也十分佩服。 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 值此能吸约干人们从旁快意, 痛快, 倒也毫无论息之心。 而无如门牙, 只有这几个, 而且早经脱落河。 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 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 因为有些事情, 我还要说真实, 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 虽然这大抵也已有利于己, 至少是无损于己者为限。 准此, 我便顺手又要将张事超的张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桃杖揭出来。 又是张事超, 我知遇到这个姓名二摇头, 实在由来已久, 但是, 先前总算是为公, 现在却像曾护中依一样, 仿佛也夹大一点思怨了, 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 所以, 在先已经说过, 我正在给他打官司。 近来看见他的古闻的答辩书了, 狠根根于无故之辩, 其中有一段, 由该藝效务维持会善举该原为委员, 该原又不声明否认, 显系有意抗左本部行政, 的情理之所难容, 亦法律之所不许, 不得已于8月12日, 请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 13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知乎者也地博掉他, 查效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 是在8月13日, 而该总场情请免职, 据称在12日, 在先遇之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也, 其实, 哪些什么答辩书也, 不过是中国的狐献乱者的照例的成法, 将是超未必一定如此糊涂, 假使真子糊涂, 倒还不失为糊涂人, 但他是知道无民玩法的, 他自己说过, 玩近政治, 内包甚幅, 一端知喜, 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知, 执法抗争, 不过迹象奸事, 所以躺若是不干己, 则与其听他说正法, 谈逻辑, 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库, 因为欺人之意, 这些父女倒没有的, 你提越说越远了, 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即此收住, 将来说到哪里, 且看民国十五年秋霸, 1925年10月30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